You ready everybody feeling tipsy Tipsy 我喝得烂 絕對你說聲恭喜 大家好 我是Dudu 今天我要拍一個我的個人Q&A 可是很多人都會問我 都沒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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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我們是在一起的 可是還是不同人對不對 所以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們可以自己去詢問他 所以現在我就要回答你們問我的一些問題 我總共收集了30題 第一題就是我的全名叫什麼 我的全名是叫 呂 佩 華 你們要叫我的本名也是可以 或者是叫我 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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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然後Doh 夫人這個外號是 Domato取給我的 要叫我Doh 夫人的話也是可以的 因為同樣都是我 有時候有人會寫Doh 夫人 其實是錯的 OK 如果你們要用夫人的話就是Doh 夫人 第二題就是我幾歲 然後幾時生日 我是30歲 可是過了 過不久勒 就要31了 所以如果算年份的話 我就31歲 OK 然後我生日是在 2月26號 第三題 第三題的話是什麼 星座 2月26號 也就是雙宇座 第四題的話就是 我是男女人 我是JV星山人 可是我出生的話是在馬波 然後第五題 身高體重 我的身高的話是 160 體重的話是 45到46之間 第六題 我的興趣愛好什麼 跳舞囉 唱歌 第七題 你有沒有前男友 有 只有1任罷了 第八題 初戀是幾歲 所以我的初戀是 16還是17 忘記了 第九題 用什麼相機 水剪片 第九題的話 我現在 之前我都是用Domato的相機 有它的M50 然後有它的Steadicam 然後後來它買了 一架Sony的那個 ZR1 就是那個有5美元的 就是那個最新的 它買給我 所以我現在就用我自己的相機了 我已經有自己的相機了 然後剪片的話就是 之前的話 小白羊有幫我剪過 我自己也是有幫自己剪過 就是我自己剪我自己片 然後現在我有一個 Part time editor OK 那個是叫 我給它 它叫浩羊 然後我叫它浩羊 for part time 因為我也是沒有很輕的出片嘛 現在來到第十題 可以拍評價美妝video嗎 我有想過要拍 所以你們可以 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先 然後第十一題 幾時生baby 這個呢也是 很多無敵多人用 欸不 用不用 就是無敵多人問 會生 是要plan 應該後年 因為明年我們應該會 明年我們會辦 婚禮 所以辦完婚禮過後 我們就會plan 生baby 因為我的身體其實沒有太好 所以在生baby這邊呢 要花一段時間去 調養 所以你們不要替我緊張 就是 我想要用到我的職工生baby的時候 我自然會用 OK 謝謝 放心 OK 所以來到第十二題 做youtube之前做什麼工 其實我做youtube之前就是 教跳舞 就是 呃 有自己的舞蹈學院 然後就是跟朋友他們一起合股做 ODD學院 再來第十三題 我為什麼學跳舞 因為喜歡哦 OK 喜歡就去做 然後就 跳到現在 從一開始就學 然後一直跳 一直表演 跳很多很多 慢慢到現在越跳 越少就變成回 很像choochoo跳 然後興趣跳這樣子 第十四題 能不能粉絲加微信 诶 我是覺得勒 就是 嗯 應該是沒有 不用啦 就是因為其實我怎樣 這種微信啊 還是line 還是這種whatsapp 我都是用 比較身邊的人 就是 加了朋友 可能還有一點 就是工作的東西 然後如果 就是粉絲的話 也沒有講說粉絲 對我來講都是 都是一樣是朋友 只是可能比較遠跟近 所以是可能比較遠的朋友 所以 你們要 可能懂我最近發想什麼事情 呃 要 了解我做了什麼的話 最近 你們就可以follow我的 Youtube 還有我的IG那些咯 第十五題的話 怎樣可以自信 其實這個人呢 你已經問過我很多了對不對 我看你IG一直來問我怎樣 有自信就是 是因為那時候 DOMETO他們開那個什麼 什麼 MCO 那個 然後他們就有問到怎樣 才有自信 然後他們就有講到 可以來問我 其實咧 其實我是一個沒有自信的人 嗯 因為呢 當一個人真正有自信的話 他是不會刻意去講自己有自信的 嗯 所以我肯定是沒有自信的人 簡單來講其實就是 嗯 不要去 你要去一直過濾自己 不講過濾 就是一直要 想喔 你想當一個怎樣的人 然後你喜歡什麼 你這個一生人 你追求的是什麼 你最看重的是什麼 啊 這樣子種種啊 然後你把自己搞清楚 你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了過後你自然就會有自信了 而不是盲目的看到 別人這樣很好 就去跟 其實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很辛苦 因為你看到別人這樣子 哇很好啊 然後你就去跟 這樣你不覺得 你一直在跟隨在人家的腳步 不好沒 所以就是講說你 你一定要有一個 每一天給自己一點 思考的空間 就是 給自己思考的空間 然後去詢問自己 到底 自己想要人生啊 是怎樣的 然後到底 自己追求的是什麼 然後你把自己搞清楚了過後 你好好的去做 你真正想要做的 然後再來影響他人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 要做一個 不要被人影響的人 而是影響他人的人 第16題喔 為什麼要做YouTuber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做YouTuber OK 是可能是受 這個有牽連到三題 受Domato影響 唉唷 sorry 就是受Domato影響喔 就是因為他做嘛 他做然後就慢慢就有 在他的頻道出現 OK 在他的頻道出現了過後 然後就有想到 反正是有一個這個機會 就是可能身邊有一個 懂得怎麼去經營頻道的人 有一個恩師在旁邊 希望可以教我 所以我覺得 倒不如就把握好這個機會 去嘗試看看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都已經轉換成 是社交媒體了 OK 然後是那個趨勢是越來越夠力的 OK 而且社交媒體是跑全球 你在家裡 可是你的東西一upload上網絡的話 就是全世界 所以我覺得 把握好這個機會吧 第17題 其實跟Domato拍影片 這個呢 其實我們呢 我跟他呢 是屬於比較choochoo拍 也沒有講choochoo拍啊 就是想拍就拍 不想拍就不要拍 我們不喜歡刻意去拍 啊 除非有業配 其實我們不喜歡刻意去拍 就是 而且我跟他 我們都不是走 情侶或夫妻的頻道 頻道 就是我們 我們都是個人頻道 可能如果這樣說 個人頻道裡面 有一個項目 可能是跟 可以跟他一起拍的話 這樣子的話 是OK 第18題 有打算出新年歌嗎 欸欸欸 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覺得 嗯 我都不是這塊 就是不是 這個料 因為我都自己 不會編曲 不會寫詞那些 而且也沒有想 我是喜歡唱歌 我喜歡唱歌 可是如果出新年歌的話 我是沒有想啦 可是如果以後可能出 自己的歌 的話 這個是有可能啦 因為我喜歡唱歌嘛 可能 到了某一天 比較 更成熟在這個 行業的話 可能可以try啦 所以 嗯 也不知道之後的那個 變化 所以你們可以 關注我的youtube 然後看我如何 成長 再來就是第19題 可以教我自拍嗎 其實我自拍也是不厲害的 而且現在的 很多人越來越厲害自拍 其實我的自拍也 真的是不厲害 我每次就是這樣子 隨便set 隨便拍 然後 有些時候不小心 中到ok的角度 不充美的 就 調一下 顏色 然後就 upload這樣子 然後我每次 我都調顏色的 我都是走自然的風 就是我的顏色 我也不喜歡太亮 還是太假 還是太暗 什麼屁 我就是走自然的 那個顏色的 第二十題是 和tomato有摩擦如何解決 基本上我跟他 如果有摩擦的話 我們應該都會 吵架 就是吵架 吵架 然後 就會把自己想講的東西 講出來 可是就是因為吵架 我們把我們想講的東西 在吵架的過程講出來 就是間接的已經在溝通了 可是其實這個方式 都還不夠理智 好的東西就是我們有把我們想講的都會講出來 這樣我們都各自明白自己 彼此的內心是怎麼想的 比方講就是顏色 可能他跟我講他喜歡粉紅色 然後我跟他講我喜歡紫色 OK 這樣他懂我喜歡紫色 我懂他喜歡粉紅色 可是我們不會 要他改變 你一定要跟我一樣喜歡紫色 他也不一定要改 就是改變我 我一定要跟他一樣喜歡粉紅色 沒有 就是更懂彼此 然後尊重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OK 不要一直想要改變別人 當然 可是如果我們都自願 如果我 我可以做到這一點的變化 他也比較開心的話 然後我覺得我可以接受到這個變化的話 這樣子的話就OK 至少就是 還是for自己的那個 舒適度跟接受度去付出 而不是明明自己已經 根本都不接受這個東西 可是為了迎合對方 開心 然後去做 去演 我覺得這個是 行不通 會爆發 而且也非常的痛苦 一點都不幸福快樂 21題了 幾時開始 其實我有點不明白這個問題 其實我有點不明白這個問題 應該是講幾時開始 Ord是幾時成立 是嗎? 2012年 Yep 所以第22題 你有雙眼皮嗎? 這樣看 應該是 算有吧 就一條線而已 23題 請問天生就那麼厲害跳舞嗎? 其實勒 當然不是天生 可是我覺得可能會有一點天分 第24題 擅長什麼舞蹈? 如果for我個人的話 其實我是比較擅長在girl style 因為一開始我就是跳girl style girl style跟hip hop這兩個 然後第25題 最不滿意自己的哪一點? 最不滿意啊? 最不滿意你有很多地方耶 你是講外在還是內在耶? 如果是講說最不滿意的話 外在的話其實勒 還OK maybe我講身材可能胸部很不夠大之類的 很像以前的話我就會去想 可能要怎樣變大還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慢慢隨著年齡跟成長跟成長 我就會想 如果你連你自己都不接受你自己的話 你連你自己都不欣賞你自己的話 你要怎樣讓別人欣賞還有接受你 就是不要刻板印象或者是社會標準 小也有小的沒有 所以我已經沒有那種想要改變自己外在的一個東西 也沒有講說沒有想要改變 還是會想要改變 可是就是講說我不敢去很像整容那種 我只會可能 就是我不要care就是可能皮膚 雖然我最近長了很多痘 我不要想要就是可能皮膚好就可以了 內在的話我覺得 內在的話我覺得我比較不滿意 可能就是行動力比較慢比較少 就是我的行動力很像我的腦海裡有一些東西我要做的東西 可是我會去想 可是我行動力的話就不夠 所以我覺得在行動力上要多加油一點 26題 為什麼不會肥 應該是遺傳喔 因為我媽媽生了9個孩子 他還是一樣瘦瘦的 所以可能就是像我的媽媽 OK 然後第27題 2020最想做的是 就是開心喔 然後賺錢 我覺得我以前都沒有很focus在賺錢的這個領域 我都是那種很chill的人 就是有賺多少就過怎樣的生活 可是今年內我想 很認真真的去focus我的事業看 看我自己可以做到哪裡 所以可能2021的話我會很focus在事業 OK 可是我最想做的東西啦 OK 還是 最悲心那種就是我覺得開心 還有平安靜堂 正業是什麼 如果28題喔 正業喔 正業就是我覺得應該就是 YouTuber 第29題你的座右銘是什麼 其實我 我懂座右銘 可是我自己沒有想過我自己的座右銘 如果要我講話我覺得 蜘蛛常樂 簡單就好 一樣就是 開心 大過 甜 開心 平安 健康 自然就順利 有錢 OK 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一題喔 你如何看待Lisa的舞蹈 我覺得它 Veliput 很強大 他是很專業 對我來講他已經是Dancer 就是Hastan 他是明星 可是他跳舞的那個Level是很專業 非常之專業 而且是很強很強的Dancer 而且我很喜歡他跳舞 我也是很喜歡Black Pink啊 因為我覺得他們這個女團體 不單單只是有羊毛包 真的是也是有實力的 OK好 所以30題回答到這裡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Q&A 給我個人的 所以希望 所以就是希望你們看了 就是可以更懂我 更了解我一點 好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 按讚留言分享和打開小鈴鐺 還有當然不要忘記Follow我的Facebook IG TikTok 還有小彭叔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見